2018年10月23号,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珠海举行 大桥将于24号上午9时正式通车 意味着香港、珠海、澳门三地将形成一小时生活圈 除了生活更便利,这座大桥的厉害之处可多了 动新闻君带你一一了解 中国建设史上里程最长 投资最多 施工难度最大 世界最长 钢板用量最多 使用寿命最长等 都是它身上的最标签 英国媒体都称赞 另外,大桥从设计到建设前后历史14年 在桥梁、人工岛和隧道建设中 创造了上千项国家专利 如世界首创半钢性海底隧道城管结构 相当于建造33艘航母的工程体量 还有搭积木式的海上装备化的技术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全科称 就像是把桥梁和隧道都在工厂里制造好 用大型设备运到现场 再像搭积木一样在海上拼装 在海底对接 铸就大型高品质的跨海通道 最后,司机朋友注意了 从3D口岸将开放通行之日起 港珠澳大桥实行24小时通关 大幅缩减往来香港与珠三角西部的行车时间 实现了指纹刷卡 8秒通关 日通关能力超25万人次 大幅缩减往来香港与珠澳大桥实行